家里的这八个地方 千万不要养花 养一盆死一盆 不是迷信哦 而是有科学依据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佛山二花匠 经常有朋友告诉我说 他在这里养花 养一盆死一盆 事实上您要知道 您家的植物养不好 有可能跟你没什么关系 主要是我们把这些花 养在这八个 不应该养花的地方 这次养一盆都会死一盆 即使在立的黑的高手 也不能在这八个地方去养子 就记得把这个八个地方 给标记好 以后不要养在那里了 这样养花就会变得 特别的轻松 地方不能养花 第一个不通风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谁养都养不了 因为不通通的地方 只要有点水分 有点温度 它就会非常容易 滋生各种的有害细菌 在很多的细菌 有害细菌繁衍的情况下 是任何植物都养不了的 毕竟风不通了 细菌繁衍太快了 您的植物一下子是碳菊病 一下子是白粉病 您是怎么杀都杀不完了 第二个位置 湿气非常重的厕所 厕所里面 就是我们一般情况 某些极个别的 喜欢湿润环境的植物 是可以养在厕所 但是厕所里面 经常会有热水器 会有一些热水 等等这些产生 而且水分也非常丰富 大部分的厕所 还晒不到光照 所以在这种湿气比较重 环境又比较不怎么通风 那个光照又比较少的环境下 您会发现 即使是再厉害的人 也很难在厕所 把植物养好 我在家 唯一有一颗植物放在厕所 就是两盆绿螺 但是状态也是麻麻地 所以不要把您家的植物 放到里面去 火气很重的厨房 我们都知道厨房里面 有很多油烟 热也很多很多火气 像这个位置不要说新手了 高手也没有办法在厨房里面 把一颗植物养好 我就曾经把一颗发财树 放在厨房的门边 结果没过多久 它也枯萎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反正只是告诉你说 厨房里面就不要养什么植物了 即使是靠近厨房的位置 也不要养 火跟木是不能相容的 四个黑暗的楼梯间 当然也包括一些相对比较黑暗的位置 很多朋友养花里 以为植物只要放在那里 浇水施肥就能活 但是您知道吗 在没有光或者光照很少的地方 是很少有植物能存活的 你什么时候看见那个山洞里面 有活着的植物呢 所以不要把您家的植物 放在那些没有光照的环境之下 有些常年看不到阳光的地方 这些地方不要说高手 是个人也活不了 第五个 阳台的滴水位 这个位置就从上面直接水柜下雨的时候 会把水滴下来之后 最终就导致林家的植物出问题 为什么滴水位不能养 因为滴水下来的水分 有可能天气热的时候 那水柜很热 天气冷的时候 那个水柜很冷 还有那个水柜打到林家的土壤里面 把那个土壤给打松了 这样一滴一滴的下去 你想呢 水滴都能实穿了 更不要说林家的花坟 所以滴水位呢 一定要注意不能养花 第六个发热的电气旁 我记得有些朋友经常会把一些绿螺或者是吊篮放在冰箱上面 或者电视机隔壁 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植物可以吸收了辐射 事实上您用养过就知道 这些位置根本不能把这些植物放到那里去 甚至一些很健康的植物放在那里 过了时间长也会出问题 当然有朋友说 这个跟光照有关 这个跟水分有关 事实上放在这些电气旁边 即使是很能养的植物都会出问题 我就曾经把一颗绿螺放在我家的电视机隔壁 结果那个绿螺很长时间都不增长 但是把它移出来 没过几天 它就迅速的恢复增长了 所以电视机隔壁 电气隔壁 冰箱上面不要养植物 第七 人来人往的过道 经常我去一些小公司 或者是楼顶的公司 我会发现 他们会把一些发财树养在过道里面 好看是好看 但是时间久了 肯定会出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无论是发财树 还是什么植物 他们都喜欢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之下 人气太旺 人的流动比较多的地方 那植物都容易枯萎 甚至有一些小孩会手多多的 把那个叶子给掰一掰 或者是把一些喝不完的饮料给倒进去 您想一下 这些小的细微的动作 我们是防不可防 最重要的导致 您家的植物跟你说掰掰了 所以养在过道人流比较多的地方 就不要养植物了 能避就避一下 第八北风哭哭的窗户 有些朋友在家里 他没有位置养花 就养在窗台边 但是他可能没留意 这个窗是往北边的 而北边马上冬天来了 那风是很厉害的 大风会让我们的植物 有容易吹得松动 甚至倒伏 这样子的情况 在大风天的情况下 人家的植物是很难养过 我在家我就曾经是过 把一盆植物放在北风的位置 虽然那个植物最终没有枯萎 但是状态也真不好 所以北风哭哭的时候 把您家的植物放 从窗台上面拿下来 放到南面有太阳的 只要风不是很大就可以 我们要的是通风 不是大风 记住了吗 在家里的八个地方 很多朋友没有注意养花 经常会遇到这些位置 所以我们遇到了 就该避一避 这样子我们养花 就不容易出现一叶枯萎 或者是养一盆死一盆的问题了 这段时间 我在网上买了很多的苗子回来 包括各种的市中苗 包括蓝莓百香果等等 这些植物 其实秋天很适合种花 种果树的 如果在家里有条件 真的可以种上一些 但是一定要记住 避开这八个位置 好了 今天罗说到这里 我是佛沙阿华 感谢大家 拜拜